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是难得介绍的国产手游 既上次那款已经逐渐凉趣 这次是会受到玩家的青睐 或者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王里英雄 游戏于6月21号正式开服 由台湾的火星猫科技开发与发行 游戏是前作王里骑士的续作 但那款的知名度其实也不算太高 而这次是能重返荣耀或者是重返荣耀 就如同薛丁格的猫一样 只有打开来玩过才知道了 游戏的玩法是卡牌加塔房 开场也不啰嗦 直接开战 连前期的铺层都省了 不托尼带水 转跳的节奏也很快 意会建模中规中矩 对于吃习惯二次元手的玩家 是略选清淡点 角色可透过身心解锁并强化技能 可以透过日常活动等获取资源慢慢身心上去 前期只要集中培养靠强度就能随便过 也有武器要培养 但前期的影响不太大 角色有个人化的天赋系统 可针对喜好来强化特性 但可惜的是重置跟四周成本太高 这点会局限玩法上的自由度 而战斗玩法的塔房 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本来以为会是像魔幻精灵的玩法 但可能是考量 点清大多数玩家的学习成本 游戏的策略占比并不高 所以就以战略玩法来说 其实是略显单调 在主线每个领地可以分成士官 通关后可以作为个人领地 可以升级建设、收菜、养兵等 而主要玩法就是重复上述的流程 而兵种主要分为魔法、远程、近战 有互相的克制关系 并且依照搭配会有加成效果 但影响的成分没有想象这么多 而游戏的地图上没有特殊机关 或者隐藏要素 所以只要一键上阵 挂机AUTO就好 尤其队伍配置的奶爸的话 几乎是可以无脑碾压过去 如果真的打不过 就慢慢把兵种的强度 压上去就好 虽然后期会解锁PVP或者爬塔等玩法 但也前面讲过 这游戏的策略占柄偏低 加上明显的Pay to Win模式 普通玩家还是专注在PVE就好 不然只会被资本主义暴打 特经典也不算少 除了抽角色的装备 如果不想花时间或者干 资源礼包、月卡、特权卡 都为你准备好了 也是满满的中国风特色 结论 国产成可贵 原创价更高 若为金钱固 莫怪玩家炮 其实我大概玩10分钟 就开始有点走神了 但可能是寄予不小的期待 想说坚持到后面会不会有所不同 不过还是被现实重挫 说实在这款游戏即使放到10年前 我也不会觉得是有趣的作品 何况现在是手游百花齐放的世代 没有超脱于市场是很难被看见的 但还是期待能看见更多台湾的作品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B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下子 有点 现在 她有点 有点 有点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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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